第一个模块咱们完成什么 要完成一个由值到概率的一个映射 也就是我们的SIGMOD函数 SIGMOD函数它这个公式已经给出来了 就是我的GZ等于1加上E的负Z次密分之1 那对于我的一个SIGMOD函数 咱们来看它的表达式怎么写呢 表达式其实很简单 我写一个SIGMOD函数 里边只需要传进来一个Z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Return什么 分子是一个1分5呢 1加上NANPi.EXP 相当于是E的多少次密 E的负Z次密 这就是我的一个SIGMOD函数 然后对于我当前SIGMOD函数 如果说大家忘了长什么样子 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画图展示 这块我就是又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SIGMOD函数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SIGMOD函数想象就不说了 刚才给大家已经是强调过了 我们有这样一个函数 它的一个值域 这边的取值范围 区域负穷的时候 它的值区域0 区域正如穷的时候 它的区值是区域1的 然后等于0的时候 它的概率是0.5的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要做一下什么事 咱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是不是说 当我要构造一个回音模型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一个数据当中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干什么的 让那列的值都等于1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咱们的原始的一个数据 就是原来咱们是一个数值的计算 我要把这样一个数值的运算 转换成我的一个矩阵的预算 所以说当前有三个参数 C的0 C的1 C的2 我现在原来咱们是有两列 X1和X2 现在我是不是要多了一列了 往这一列当中填充什么 填充一个1吧 咱们现在回音当中 是这么说的吧 所以说到咱们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按照我们的一个理论 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实现出来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吧 define一个model 这个model里边咱们输入什么 输入是我的X我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这是什么 θ θ是我的一个参数 X跟θ要进行一个组合 怎么组合呢 numpi.dot相当于是一个矩阵的乘法 X跟θ要进行一个矩阵的乘法 并且呢 把它们的结果值 还要传到我的SIGMO的函数当中来 这个呀 对应这咱们PPT当中 是不是这个部分啊 就是hθx的什么 等于gθx 这个g是什么 g就是我的SIGMO的函数 相当于是咱们完成了当前的预测函数 这个模块 这个model就是我们的一个预测函数 然后下面要干什么了 下面是不是我们为了去做这个事 我要把数据当中啊 去增加一列了吧 然后啊 在这里咱们来看 这是对我的一个dataframe 对我当前的dataframe啊 我要进行一个insert一个操作 所谓一个insert啊 相当于是我要添加一列 添加一列啊 我指定这个列名叫做一个once 然后呢 里边指定一个值是1 相当于是在当前啊 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新dataframe当中 新加上一列 新加上一列啊 它的一个值全为1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insert的一个操作 insert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啊 我就是把这个数据转成了一个 有x也有y啊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在这里我又构造了一个seed seed是什么 seed是我当前的一个参数吧 就是虽然说啊 我现在参数里边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值 但是呢 我也需要给它进行一个站位 通常情况下就是当我们指定一个结构的时候 我们虽然啊 就是里边的值 我们现在不关心 但是呢 它得有这样一个位置 它得给它创建出来 怎么创建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用0来进行一个填充的 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numpad.z 在zerums里边我们添加一个13 相当于是我们做出来一个一行三列的啊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一行三列的就相当于是 我们现在构造了三个seed参数 构造完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咱们现在呀 构造完之后 构完之后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构造准不准啊 那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我的一个x 再看一下我的y 它对不对 首先呢 看一下我的x啊 这里我就观察了五个样本 观察了五个样本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第一列都是一个1 没问题吧 因为咱们来看 第一列我要求都是1 第二列是se 第三列是x2 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说呢 我在这个x啊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啊 也就是说 当大家在自己的构造一个 你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啊 也需要啊 咱们按照一个检查逻辑 写一点 我们去检查一点 再写一点 我们再检查一点啊 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做 首先呢 我看了一下 在我数据当中啊 我的一个前五行 这就是啊 我前五行的一个样子 数据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它是没有问题的 跟我们刚才的假设是没问题的吧 这是1 这是se 这是x2 它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 我们的一个y 我的一个y啊 咱们再来看 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y我来看一下前五列 也没什么问题吧 这都是我的标签 这是0 这是1 我的一个y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我就看了我的一个seed seed里边啊 这应该是有三个数吧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现在检查完之后 我分别打印了xy 还有seed的一个shape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现在啊 既然咱们的一个数据啊 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看 怎么样对我的数据啊 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 首先呢 我要先定义 我的一个损失函数吧 我的一个损失函数 怎么定义啊 咱在这里啊 来看 这一块 我都有一个目标函数吧 我们来看 这一块是不是说 我引入了一个对数 三函数 然后加上了一个负号 转换成了 我的一个目标函数啊 要求它的一个最小值啊 所以说啊 现在我就要把这个式子啊 大家再看一眼 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我把这个式子 给它写出来了啊 这样子 这个啊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公式嘛 按照PPT当中 所以说 第一步我要把这个式子 给它写出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 这四一套 先把我的目标函数啊 给它写出来 你放一个损失函数 你放一个cost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x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数据 这块呢 又有一个y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标签 θ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参数 对于上面这个式来说啊 我们来看 左边我认为它是一个式子 右边我认为 它又是一个式子 所以说 我把它啊 写成了一个left 又写成了一个right 写成了这样两种形式 左边什么 左边是一个y 乘上一个log hcx 所以说 y前面有负号 负y拿过来 这里边呢 hcx 前面再加上一个log项 所以说啊 这块我写了一个x 跟c进行组合 并且传到我们的model当中 传到model当中啊 它会自动的去算 它的一个cmod值吧 所以说 这块啊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model 计算完了 再给它计算 它的一个log值 这样呢 我就把我的一个left值 给它算完了 left值算完之后啊 我还要去要算 它的一个right值 就是左边完事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减号右边 还有右边吧 右边什么 这是1-y 先给它落下来 1-y成了什么 成上一个log 南排点log 里边呢 1-去hcx 1-去model model相对什么 hcx和c再传进来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部操作 相当于是left指定好了 right也指定好了 那最后呢 咱们来看 不要忘记一点 只会有累加和吧 所以说啊 我们就南排点sum left-去right 再除上总共有多少样本数 有多少样本数啊 要乘上一个n分之一吧 乘上一个n分之一 相当于是一个除n 再除上一个咱们样本的数量 再除上一个n值 这样呢 我就得到了 最终啊 咱们的一个损失值 它是等于什么的 那现在啊 我们终于费了好大力气啊 终于算出来了 当前我们的一个损失 我的一个cose值等于什么啊 是由我的一个left 再减去一个right left和right怎么得出来的 是完全按照我们的一个公式啊 这个公式啊 大家一定要不要忘 就是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对入四栏这块 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对入四栏里边 我们这个公式 我们这块为什么呢 引入一个负然分之一啊 因为我们要转换成一个 梯子下降问题嘛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按照我们的一个公式 写好了我的一个cose值 它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 按照咱们当前思路 算一下我的一个cose值 试试豪宝石吧 我传进来我的数据 传进来我的x 传进来我的标签 再传进来我的z 看一下啊 最终能不能得出来一个值 看一下之后啊 当前得到了一个值 等于0.69几 反正啊 得到一个值 我也不知道这个值 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可能一开始损失比较大 这些啊 咱们都不重要 只要咱们这个公式 它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它是好用的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啊 要干什么啊 接下来我要算 咱们的一个t度吧 在算t度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我要去求 它的一个偏导了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在我的pv当中 是不是咱们这一步啊 费了好大的力气啊 做了一件什么事 由开始一直一直往推 推出来了 最终我的一个偏导 这个公式等于什么吧 把这个公式啊 直接搬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就看这个公式 去写就可以了 这个不就是 dc的j求一个偏导吗 所以说啊 当前我define一个 咱们的gradient define一个t度 接下来公式 x是我的数据 我们来看 这里需要什么 需要你的θ 需要x 需要y 所以说参数呢 就是我的xy 还有θ 首先啊 我先咱们不是要算t度吗 咱们现在说就是 你算出来t度啊 应该算出来几个呀 咱们刚才好像说 我构造一个 c的参数的时候 构造的是三个c的参数吧 那现在我想拿这个c的参数啊 进行一个求解的时候 我应该求出来几个t度啊 那显然也是三个 所以说 咱们现在这里啊 定一个gradient 我的一个t度 t度等于什么啊 numpi.zeros 为什么是zeros啊 咱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还是要进行一个 就是进行一个站位 然后呢 写什么啊 写的是一个stit.ship 也就是说 我的一个t度 挑出来啊 应该是跟stit 是一对应上的啊 它的一个大小 都是一致的 首先呢 我定一个error error什么啊 error就是一个yi yi是我的真实值吧 yi-hcx 在这里咱们来写 这块就是说 为什么把这写法了 我们来看 这我怎么写的 x乘c再乘一个model 相当于是这个hcx吧 这里我给它写成了一个hcx-y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把这个负号啊 提到里边了 所以说里边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hcx-y 咱们先完成这一步 hcx-y 然后把它的值给它拿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要干什么啊 接下来是不是说 外面这块有一个 就是累加的一个i 从1开始到n啊 所以说啊 现在我就需要开始进行一个便利了啊 这块还不是i从1开始到n 这块要算的 这个凤薰环要算的 其实上是我们的一个参数啊 因为 嗯 咱们刚才说求偏导的时候 就是 求偏导 咱们怎么求啊 是不是说先对cx0 求偏导 再对cx1 再对cx2 求偏导 我们一共要求几次啊 一共咱们要求三次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就是啊 按照这样一个顺序一步一步的去求偏导 第一开始的j啊 它是等于零的 第二次j的1 第三次j的2 就相当于是 每次我们求出来的是一个xij吧 所以说 每次咱们拿到的一个x啊 它的一个列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既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在这里啊 咱们去算了呢 咱们来看吧 等于什么 难拍点一个乘法 什么乘谁啊 这是我的一个error error是咱们前面 我现在框解的东西 hcx减y 再乘上什么 再乘上一个xij吧 但是呢 对于一个矩阵来说呀 咱们矩阵是什么 我的矩阵当中一次 我要把所有样本都给它计算上 相当于是我不是一个样本一个样本去算 我是在矩阵当中一次 把所有的我就都算了 在都算了的情况下 是不是说 x第一个位置 我写了一个冒号 相当于是取所有样本 第二维度呢 我写了一个逗号j 相当于是取那么dj列 为什么取dj列啊 因为现在要更新自己的j了 一定是取的dj列 取完dj列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t度计算了吗 我们的t度 首先来说啊 它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词吧 它是一个e3的结构吧 所以说对应于 它每一个t度 对应于dj个t度 相当于dj个c的吧c的j 怎么算呢 这一块我算了一个求和 我们看难排点sum 求和除了什么 除上咱们样本的个数 再除上一个lux 相当于是总样本的个数 这样呢 我就按照我的公式啊 把我的一个偏导求出来了 return咱们的gradient啊 相当于是把三个方向都算了 这个就是再算t度的时候啊 因为它有个循环嘛 在循环当中 它就会先算c的0 再算c的1 再算c的2 相当于啊 把我刚才设定好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里 c的0 c的1 c的2 它的更新方向 我现在就都也算完了吧 有了一个更新方向 咱们基本上就是已经万事俱备了 其实最难的就是求解啊 咱们当前的一个t度 求解完咱们当前的一个t度之后啊 然后咱们要来进行一个比较了